华为高管 红网US重磅功能就要来了 新库产品第一时间免费试玩 还有众多优质达人 分享独到生活经验 快来 体验各领域最前沿 最有趣 最好玩的产品吧 下载还能获得专享福利哦 日前 在国内某公开场合 基于个人信息 数据安全的问题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蒋亚飞表示 曾经的手机一般都是通过指纹 FaceID等方式进行验证 解锁 以识别手机主人 但无论是可靠度还是安全性 都无法做到100% 目前 Harmonious两升级用户已突破1.2亿 平均每天超100万用户升级鸿蒙 未来全新的功能上线后 系统在安全性等方面将提升一个新的台阶